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在宜兰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从5点05分到6点也播出相同的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若是您错过了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利用上网 连上网路进到佳音电台的官网 然后去选 点选Loving Family 选择节目就是选择Loving Family 然后你想要听的内容 你只要打上keywords就好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是Loving Teenagers 有讲到青少年 那么你就要打青少年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会出来所有有关青少年的议题 那若是您想要知道今天我们讲的 今天我要跟听众朋友谈谈青少年的叛逆期 我们谈这个 你就直接打keywords 打青少年的叛逆 他就会出来 再跳出来 你就可以点选 就收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其实若是真的今天你在上班 或者是在一些状况下 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收听我们节目 只要你有电脑或者是手机 您都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网站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有APP可以下载的 若是你进到我们的佳音电台 甚至在手机APP里面可以搜寻佳音电台 然后里面搜寻到Loving Family 你也可以变成你手机上的一个icon 按时候你点开 你随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进到五月份了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 若是你有什么意见 或有一些什么回馈的 欢迎您来信 给我跟我联络 或者你希望听到有哪一些方面的议题 也可以欢迎透过email跟我联络 我的email是 P-E-I-W-E-N-C-H-I-N at gmail.com P-E-I-W-E-N-C-H-I-N at gmail.com 也谢谢有一些听众朋友陆续有写信 给我有一些回馈 非常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跟建议 那我会尽量在节目当中 努力的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好 然后让大家能够听到更多有关亲子方面的议题 我们像谈话一样 像在家里闲聊一样 在轻松愉快的这个气氛中 一面听着音乐 一面就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周二的单元是Living Teenagers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谈 陪孩子走过叛逆期 那其实在孩子叛逆期最重要的是沟通 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态度 那不要再用命令的口吻 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 他们也觉得他不再是妈妈手中的妈宝 爸爸手中的宝贝 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空间跟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亲子这个叛逆期最重要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沟通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过去一些节目中 在teenager的单元中也曾经陆续跟大家分享 跟青少年沟通的错误 或跟青少年沟通的技巧 那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谈谈 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走过叛逆期 那许多父母呢 对孩子进入青春期就会担心他会叛逆 所以严正以待 那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被形容成派逆期呢 因为在这个阶段 青少年会经历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的改变 比如说他第二性真的出现 他身体外貌开始注意他的外表 他也追求同侪的认同 然后他开始争取自我独立 然后又面对着抽象的思考的能力 他会提升 所以课业的学习的难度也随着增加 所以从孩子的一早打扮 交友对象 社交活动 升学与学校科系的选择 以及时间金钱的管理和应用 物质的需求 物质的渴望 想要追求 这都是我们家长追求的关注的焦点 所以也是最容易跟孩子引起冲突的这些议题 那面对这些改变 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心的跟外面的冲突 青少年实在也很辛苦 我们要体恤他们 他们又面对适应的压力过程中 他逐渐会展露出自我的价值和目标 所以当孩子在寻求独立跟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 亲子关系一定会遇到挑战 我们的互动关系也会紧张 今天我们就是再来谈谈青少年 这个尴尬期 叛逆期 我们要怎么跟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日子 待会儿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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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江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今天我们周二的单元是Loving Teenagers 我们再次来谈谈青少年的叛逆期 其实很多的关系 我们每次讲到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人际关系 你知道那个最大会引起冲突的 常常都是因为沟通 沟通的不良 沟通起冲突 观念不同 一次在沟通上面就起冲突 当然青少年的时候更是这样 他不再像儿童期 其实儿童前期他还会 就父母说什么 他会乖乖听 可是到了儿童后期 比如说到了五六年级的 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前期的时候 他们你就会发现 他开始跟你会斗嘴了 他开始会跟你反胖了 他开始会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 他们的角度来想 然后我们稍微平静一点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不过是要表达他们的想法 他没有意思要跟你冲突 他没有意思要跟你叛逆 那为什么会叛逆呢 因为在大部分这个时候 父母都会很急很急的 想要纠正他的想法 那你越急着要纠正孩子的想法 他的行为 他的模式 他的衣着 他的打扮 甚至他交的朋友 如果你急着要把你的不同意的意见 告诉你的孩子的时候 这个冲突就会引起了 所以这个冲突引起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这是叛逆期 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向的沟通的时候 我们会把叛逆期的不良的沟通 可以减到最低 所以有时候想想的这些青少年 我们叫他叛逆 也觉得有点冤枉他们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聆听他们 指导他们 我们只是一味的说教 指证他们 不对 就是不对 我举个例子 那我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没有开法禁 现在真好 现在早就有法禁了 小孩子要留什么头 甚至染法 有些学校都容许染法 女孩子可以留长法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的 那我孩子那个时代就是 就是已经稍微开了法禁 可以 国中的时候可以 稍微留一点头发 不是剃光头了 那么我印象很深 就是放暑假的时候 常常孩子就开始 想要展现自我了 他们就会留长头发 他们就会想要染头发 那我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那个老二就开始留长头发 哇 他真是 其实他头发不多 他留起长头发来 真的是以我的眼光 我不能说他的眼光 以我的眼光 以我们父母的眼光 说真的是不好看 看起来脏兮兮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 就会皱眉头说 你为什么要留长头发 他就说 房山放暑假 放暑假 学校不会关我的头发 我想留一下 那真是留了 说实话 以父母的角度看 我真的觉得看不顺眼 我就说 你这样是不正派的孩子 我就开始用我的眼光 来平板他说 你这样是不正派的孩子 正派的孩子 哪有会留头发的 你是不正派的孩子 那正派的孩子 怎么会要去打耳洞 我们老二就要去打耳洞 高中的时候 他青春期就打耳洞 我真是难过的不得了 我就觉得说 我也没有办法限制住 因为他出去 回来的头发就染了 就变了一个样子 或者是耳朵就打一个洞了 哎呀 我慌张的不得了 那我就用我习惯性的口吻 我就是命令他说 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不喜欢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留头发 真的很难看 很丑 我就加住一堆的 这个 这个我的批评 但是我发现 没有用 因为你越批评他呢 他根本是闭着 不要给你看到 反正妈妈不要看到 我留长头发 这个样子就不会批评我了 那在我的角度 我就觉得这孩子在叛逆 他一直躲我 他不要给我看 但是事实上孩子的角度说 我没有叛逆 因为你不接纳我 可是这是我想要表达 我自己的时候 你不接纳我 那我还是坚持 我要留我的头发 我要打我的耳洞 所以我干脆 躲你 免得你看到不高兴 那眼不见为尽 我们冲突就会少 所以现在回想过来 这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 我认为他是叛逆 事实上是我们没有接纳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去欣赏他 那个样子 你知道后来我的老二 真的是打耳洞 我很忧愁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去跟他的哥哥说 哥哥啊 他弟弟打耳洞怎么办 那哥哥 他们两个差两岁 哥哥就说 哎呀你不要管他 过一个年龄 他就不会了 可是我实在是想不透 我每次看到他 打了一个耳洞 我心里就很难过 而且他打了耳洞 不是小小的 像妈妈打一个耳洞 小小的 他打成很大一个洞 我心里就是 每次看到就很难过 可是又觉得 我自己是 做亲子教育的老师 那我要怎么去接纳他 怎么认同他呢 当然我是基督徒 我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 那有一次呢 上帝就开了我的眼睛 那有一次我去听一个音乐会 那在国家音乐厅 听一个音乐会 有一个青年人 他留了长发 然后绑在后面 弹钢琴 穿着全身白色的西装 然后再弹钢琴 表现得真的是优雅 他穿出来的音乐 然后配上他的白西装 再配上他的长发绑起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 那为什么我这么厌恶 讨厌我的孩子留长发 所以那天我就决定回家去 我要跟孩子表达歉意 而且我要接受他留长头发 结果那天回家去的时候呢 他回来了 他就笑咪咪了 看到我 当然他当然很怕我 看到他留长头发 我会不爽 可是我一反过去的表现 我看到他就叫了他 我说孩子 妈妈要跟你说一件事 他很紧张 这个为什么 是我死他派你了 对不对 那他很紧张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紧张 妈妈是要跟你道歉 他就吓了一跳 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就告诉他说 妈妈今天去看了一场音乐会 听了一场音乐会 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在弹钢琴 他穿了白色的西装 然后他说 然后呢 我说他留了一头长发 他把长发绑在后面 在弹琴很优雅的姿势 我觉得男生留长头发 我可以接受了 所以孩子 你留长头发 我可以接受了 他非常惊讶 我有这样表现 但是听众朋友 你知道吗 过没多久 他就去把头发剪掉了 后来我说 你怎么想开了 去把头发剪掉了 他说 妈不是 我是想不开 我才把头发剪掉了 所以他从此以后 就再没有留头发了 一直到他的二十几岁 你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 他的头发变成剃光头了 他突然觉得他剃光头蛮酷的 每一个人就说 你剃光头还蛮酷的 所以他从二十几岁就剃光头 一直到现在 他的造型还是剃光头 我看惯了 也觉得还OK 那我也觉得 他不会因为剃光头 他就品德不好 不会因为剃光头 他就不认真工作 他分内的事 他还是做得很好 他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所以我就开始 接纳他的剃光头 所以我刚刚讲到 所谓的叛逆 我们先要拟定 叛逆到底是 你觉得他叛逆呢 还是真正的叛逆 我想大部分的孩子 所以会叛逆 是因为我们看不顺眼 是因为我们不赞同他的行为 不赞同他的衣着 以致他避着我们 跟我们背道而驰 他跟我们背道而驰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叛逆 事实上他不是叛逆 那就是他这个年龄 他要表现自我 他希望被同侪的认同 他希望用衣着跟打扮 来吸引别人注意 这就是青少年的年龄 但是过了这个年龄 他就不会了 像我的儿子过了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不再去注重这些东西了 我刚刚有讲到 我的儿子打耳洞对不对 后来他自己到外面去工作的时候 然后他的主管就跟他说 我们在这边工作的人 这个我们这公司 没有这个风气了 那请你把耳环拿掉 他就拿掉了 一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再带过 他也不再去带了 他不觉得那个是很酷的 因为他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 所以父母亲 当你孩子进到青春期叛逆的时候 我们先要设定 界定一个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到底在你心中 他的行为是叛逆 你把他认为是叛逆 还是其实他不是叛逆 他只想要表达自我 当他表达自我 不被你接纳的时候 你就认为叛逆 所以以致您的关系 就会非常紧张 就像我的孩子就 避着我 不要让我看到 他怕我 我一看到他就念他衣服也不顺眼 衣服故意要反的穿 他那个年代 故意要反的穿 他有一次 把牛仔裤 故意反的穿 我还觉得好奇怪 我说儿子 你牛仔裤穿反了 他说妈 你太弱 我故意穿反的 还有把冬天的T恤 T恤 厚的棉的T恤 他也反着穿 我说 你这个领子好像不太对了 怎么怎么 他就看我一眼 什么都不讲话 原来他们就是流行反着穿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 大概没有青少年穿反的 我不知道 现在青少年有穿破的裤子 跟破的T恤 那我现在能够接受 因为我还是经过这个年龄 所以我在牧羊 在教会牧羊 我的青少年 看到他们穿破裤子的时候 我就说 哇你好穷 舍不得买新衣服 怎么穿破裤子 他们就笑一笑 其实我跟他们幽默一下 还有故意穿着 洗得很久很久的T恤 这个就是领边都已经毛边了 袖子口边也毛边 他故意讲穿 他说 这个就是流行 我现在能够接受了 所以谢谢我的儿子 在那个年代 教我的这功课 所以是我现在 牧羊青少年的时候 我不觉得他们是在叛逆 我只是觉得 他们在表达自我而已 只是他们表达自我 跟我所能够接受的 表现方法不一样而已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现在是在叛逆 我只是在叛逆 我只是在叛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是江音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Loving Family 今天我们的单元是 Loving Teenagers 刚刚跟大家来谈了一下 青少年的叛逆期 到底是我们眼中的叛逆 还是他真的叛逆呢 很多时候是我们眼中的叛逆 一直造成他们的叛逆 所以父母亲 孩子你在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学习去用 欣赏的眼光来看他们 让他们在这段过程中 他们想要表达自我 他在衣着上 他在打扮上面 他在喜好上面 我们要学习去欣赏 去接纳 而不是批评 当我们批评 我们以这种厌恶的 没有办法接受的眼光 去看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会叛逆了 因为他不被我们接纳 那我希望听众朋友 能够抓到我刚刚说的 这个意思 那当青春期的孩子 做出不适切的 难以接受的行为 或决定时呢 若是我们太快给予责备 或者是贬损 就会引发他的情绪的反抗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 对我们情绪有反抗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难受 我们就觉得很难过 很担忧或失望 那很可能呢 我们硬着这样子呢 我们也会去引发 我们孩子的情绪 那特别我觉得 在青春期 我们比较常容易 遇到的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刚刚除了衣着打扮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实规的问题 孩子常常会晚归 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很担心 而以前儿童期的时候 不可以这么晚归 为什么 他偏要晚归 你不准他晚归 他偏要晚归 我想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能 家里的规范 没有规定好 以至他一直来试探 你的权限 试探你的权威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 有个家规 我们有一集 有讲到家规 家规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儿童期 已经养成家里的家规 他会守规矩 我想青少年期的时候 你有这个家规 他就不会难守 那我们讲到孩子 青少年比较会 持规的问题 那在我的孩子 18岁以前 没有上大岁以前 我是规定他们 10点钟 已经一定要回家的 你可以出去跟同学 但是要告诉我 你去哪里 以前还没有手机 所以他们持规 也没有办法 打电话提醒我 现在父母比较难管教 是因为有手机 所以孩子只要 传一个手机 传一个LINE 说我会晚一点回来 就表示父母同意了 所以常常父母 就会抓狂 你传一个LINE 你给我通报我 或传一个简讯给我 就说我辞回来 就表示我同意吗 一次冲突就常常会引起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当进到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父母亲就先要意识到 会有这种问题 当他们第一次要跟同学出去 可能会唱KTV 或者去同学家玩 玩桌游等等 会晚归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他 第一个我要知道你在哪里 你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 第二个你几点钟以前要到家 那我的孩子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我说18岁以前 你们要10点到家 他们觉得是很为难的 因为他们觉得 同学的父母都可以 让他们弄到那么晚 11 2点都没问题 为什么我的家 就是规定要10点以前要回来 那我就告诉他说 这是我们的家规 你要守着 你守着 以后你再出去就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守 以后你就失去了信任 你要再出去 可能我就会剥夺你的权利了 甚至我会剥夺你的零用钱 所以我们家小孩在18岁以前 是一直满手这个家规的 他们都是晚上10点钟 以前一定会到家的 那我印象有一次 我的大儿子出去跟同学一起出去 应该是高中吧 那那个时候已经10点了 他就打电话回家 他找到外面的公用电话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 这个我会晚一点回家 现在10点 我现在坐公车回家 我一看是10点 那他现在在的地方 回到家至少要半小时的路程 所以我就说回家再说 好 那你现在马上回来 因为已经过了时间 他就跟我讨价还家 他说没有过啊 10点10点 我说回家再说 我通常不在电话里 跟他太多的争吵 因为这样子他就会 跟同学会有情绪不好 所以后来他也是很乖乖乖的 10点进了家门 他说妈妈我10点了 我10点有打电话给你 他还企图要遮掩他 他违规的这个 那我就告诉他说 不是你可能没有弄清楚 我们家规定的就是10点 你要到家 所以你要算好 10点钟能够到家 你要几点离开 你所在的地方 回到家里面 他非常的愤怒 他非常的愤怒 他就说 妈这很丢脸 同学都玩得很开心 大家都可以晚归 就是我不能 我说真的是对不起 但是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 那你要提早讲 不会丢脸的 因为孩子们很在乎 被同才否定 被同才取笑 会说你是妈宝 妈妈规定你10点就会10点 我觉得这是 现在青少年的难处 但是如果你已经 跟孩子养成这个习惯 事先就讲好10点 甚至同学邀的时候 妈妈就可以打电话 跟同学讲说 同学我们家是规定 10点钟到家 所以不要跟我们家的孩子玩得太久 所以10点钟 他一定要到家 可以事先跟这些孩子沟通 我相信当孩子事先 接受到这个message的时候 即使会有点扫兴 但是他们会尊重你的 那孩子们要学习尊重父母 所做的规定 那这个规定就是 当他步入青春前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家规 所以免得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再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 那个你们的冲突就会开始了 所以很多时候青春期的 叛逆跟冲突是可以预防的 就是我们事先要讲好 事先要规定 当你事先讲好规定的时候 他没有遵守规矩 我们有这样子的处罚 那他就没有话讲 那我们家的规矩是 因为你没有诊识到 所以下个礼拜 他就被禁足 就是他下礼拜 礼拜六 他就不可以跟同学出去 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规矩 当然当时会难过 那有的时候会心软 你知道 但是很多家规 不能够严格的执行 没有效果 是因为我们心软 我们没有坚定的去遵守 我们所规的规定 到下礼拜 他又来求你的时候 好了好了 这次就放你的 下次不可以 你知道有放一次 就有第二次 就有第三次 后来那个家规完全无效 所以青春期的孩子们 父母亲要特别注意 我尊重你们 我让你们出去 但是请你们也尊重 并且我们要设法 跟孩子沟通 告诉说 我们家里有家规 是彼此尊重的 因为我也尊重你 你要你的生活空间 但是你要尊重父母 因为你晚规 爸爸妈妈会担心 会睡不着觉 所以你们如果 水龟举回来 爸爸妈妈就会很放心 所以这是我们互相尊重 那教导他们 彼此尊重 当然当我们教导孩子 彼此尊重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习 尊重我们的儿女 所以我就想到 我常常提醒 我所接触到的 一些朋友们 说要常常去尊荣 你的孩子 什么叫做尊荣 就是 under him 就是以他为荣 他有一点好的表现的时候 我就要夸奖他 我就尊荣他 我要以他为荣 而不是叫他 什么都要听你的命令 好像机器人一样 这个不叫尊荣 这个叫掌控 让他没有自我的选择权 那如果我们懂得 尊荣的时候 在某些状况下 他也会尊重父母的规矩 这是互相的 我常常看到 一些尊重孩子的父母亲 我发现孩子们 也会相对的回馈 给他的父母亲 说我爸爸妈妈 真的很尊重我 他们常常尊荣我 我愿意 他们对我 有一些规定的时候 我愿意来回馈他们 以遵守这样的规矩 顺服这样的规矩 我来回馈他们 就彼此尊荣 这又让我想到 圣经里面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我记得在上个礼拜 有个单元 我也提到耶稣的母亲 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她是一个会尊荣 她孩子的母亲 有一次呢 耶稣跟着门徒 十二个门徒 还有玛利亚 一起到加拿的一个地方 去参加一个婚礼 那这是耶稣 三十岁出来 传福音的第一个 参加的婚礼 他就是参加了婚宴 但是在婚宴当中 突然没有酒了 那在当时 犹太人如果碰到酒席 是没有酒的话 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耶稣的母亲呢 体会到这个酒席的主人 会很尴尬 所以她就转身过去 跟她的儿子讲 因为她知道 她的儿子是耶稣 她的儿子呢 是神的儿子 她有特别的能力 她可以解决 各样的难题 所以她就找到 她的儿子 儿子已经三十岁了 她就跟儿子说 孩子啊 他们没有酒了 那这时候呢 玛利亚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耶稣 她是神的儿子 她一定可以解决 各样难题的 可是耶稣回头 就看看她的母亲 跟她的母亲说 哎呀珍贵的妇人啊 她说 你难道不知道 我出来的目的是 做什么吗 我现在出来的目的是 传福音啊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天父叫我在地上 来做一个 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时间呢 现在还没有到 所以她就回过头去 就没有理会 她妈妈的要求 我心想 如果我是这位母亲 我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是这位母亲 我可能会非常的生气 说孩子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我来向你求救 旁边门徒也在看 大家都在看 你居然拒绝我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尊贵的妇人啊 这件事 你不要插手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个是一个 非常不礼貌的态度 但是呢 玛利亚是怎么回答呢 玛利亚是怎么回答 她的儿子呢 她用一个尊柔的一句 来回答她 她的表现完全是信任 尊重她的孩子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说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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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合为您执着的 我们今天是周二的单元 是Loving Teenagers 今天跟大家又再次谈青少年的叛逆 刚刚我们讲到 我们要懂得尊荣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常常尊荣他的时候 他的生活中 他的叛逆的程度就是越来越减少 那我也提到 其实他们的叛逆 是我们眼中的叛逆 事实上他没有叛逆 他不过想要表达自己 想要父母了解他 想要父母聆听他 可是常常我们没有聆听 以致他就有一些叛逆的话语 叛逆的动作出来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伤心跟难过 我们就认为那是叛逆 常常叛逆是我们父母自己界定的 那刚刚提到圣经中耶稣这个故事 他到加拿的婚宴当中没有酒了 然后耶稣的母亲就跟他说 没有酒了 耶稣却回答说 尊贵的妇人 这个事情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的意思是说 他做事有他的步骤 那他就这样回答 听起来好像不太尊重妈妈 那我们先不去探讨 原文里面耶稣讲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 当他听到他的孩子 这样回答他的时候 耶稣的母亲完全表现的 没有生气 他是一个非常高EQ的人 他是一个情绪管理很好的母亲 他没有听到孩子对他这样的话 他就大发脾气 他就放在心里面想这件事 然后他转身 对在宴席当中管酒的那些仆人 一些仆人 那就跟他们说 等一下 这个我的儿子 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这些人呢 就睁大的眼睛 看了耶稣 看了看了玛利亚一下 那过了不久 耶稣就回头跟这些仆人说 你们把门口的六口水缸 那个水缸是给一般人进来 洗手洗脚用的水 他说你把那个六口缸 注满了水 然后注满水以后 就把那个水摇去给客人吃 结果没有想到 这些仆人照着去做 就把这个水 六口缸的水摇去给客人吃的时候 那个管宴席的人反而说 哇这是好酒啊 怎么这么好的酒 然后请客都是把好酒摆在最前面 你们怎么把好酒摆在最后 他们不知道那个水是 水变成美酒是耶稣 耶稣的行的神迹 这是耶稣出来行的第一个神迹 那我们再回头看 玛利亚 她是怎么样来尊荣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这样说的时候 她非常的有信心 她没有责备她的孩子 她也没有生气 她的EQ表现出高度的EQ 她就回头跟她的仆人说 那些这个宴席当中的仆人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信任他 我尊重他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等一下他要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照着做 这是一个懂得尊荣 信任孩子的母亲 我把这个玛利亚 她的表现送给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 我们真的在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要懂得尊荣他 我不是说拍他的马屁 或者他做不好 我赞美他 不是 而是在他好的表现上 你去欣赏他 而且你尊荣他 你去欣赏他 告诉他说 孩子我以你为荣 你虽然成绩考得不好 没有关系 我相信 我以你为荣 我知道你尽力 你就会做得很好的 我家的孩子 我有在节目中分享过 我们家的老二是不太会读书的 可是我尽量就是学习去尊荣他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也在学习 那我有分享过他成绩考得不好 那我就告诉他说 成绩不好没有关系 我看重的是你的品德 然后我就从他身上去看他 所有一些好的表现 我就发现他有个非常的特征 就是他对朋友非常的讲义气 他是一个朋友的好朋友 他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他现在交的好朋友是他小学 还有甚至国中一直交到现在的 已经十几二十年的朋友 他一直到现在还是成为好朋友 你就可以知道 我孩子虽然不是很会读书 但是他有个特质是很多人没有的 就是他是别人的好朋友 他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朋友 而且当他好朋友遇难处的时候 他是很热忱的去帮助 去解决问题的一个人 所以当我发现他这个特质的时候 他常常告诉我 他的同学发生什么事了 他就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马上尊荣他 我说哎呀孩子 我以你为荣 你真是一个好朋友的好朋友 他的孩子骑摩托 他的同学骑摩托在路上 机车抛锚了 他们不会想到谁 就是想到打电话给儿子说 请你来帮助我一下 我现在在哪一个路上 那很晚了 我儿子说 妈我可不可以出去一下 我的同学在半路上 机车抛锚 我要去帮他推车 他可以做这样 他是成为人的好朋友 这是他的特质 所以我刚才他这样特质的时候 我就常常尊荣他说 儿子你真的是好朋友的好朋友 他很热诚 然后他还有一个他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内心的 那有一次呢 我们家社区 这个有一个管理员就在楼下 在打一只狗 用一只棍子一直在打狗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四楼 然后这个孩子就往下看 就看到这个管理员就拿着一个棍子 一直打狗 那个狗是躲在一个轿车的底下 然后一直发出哀嚎 然后我的儿子就在阳台上就大声的哭 就跟我说 妈妈妈妈你叫他不要再打了 我想他从来没有哭这么大声 叫喊这么大声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也跑去阳台看 我就发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也跑到楼下去 我就问管理员说 发生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这样打狗 他说因为这只狗身上有皮肤病 好像有传染病 他一直在社区跑不出去 所以我想赶他走 他不肯走 我只有用棍子来打他 把他打走 所以我说你可以不要用这个方式吗 我们可以打给消贩队来把狗捕走 不要打他 不要虐待他 他受伤已经是很辛苦了 他生病已经很辛苦了 后来这件事 狗是怎么处理的 我已经忘了 这个已经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了 但是我记得这件事 我就看到我孩子生命中的那个美 就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就开始镇容他 我就说儿子你真的是非常的善良 你一个小动物你可以爱他 爱成这样子 你真的是非常的善良 我看到你里面 你有这个非常美的特质 这个不是读书读得很好 有的 或者在其他上面表现很好 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非常美的特质 我就开始尊荣他 当我开始尊荣他的时候 我发现他真的 他的特质就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所以现在我们家养猫 我们家养猫 都是他负责带他去看病 带猫去看病 那每天他就跟我说 妈妈你不要帮我处理猫杀 因为有时候猫如果大便尿尿 没有就是不正常的话 他可以看出他是有病 他可以带猫去看医生 那有的时候 如果猫长久没有尿 就会有肾脏病 他就说我来清理 他真的每天下班回来 他就是负责清理猫杀 请你猫大便 然后说这件事我来做 因为我这样才可以看出 猫到底有没有生病 你看他就是一个这样子善良的人 所以我常常因着他这个 这一点的特质 我就尊荣他 但是当我发现 我这样常常尊荣我的孩子的时候 我不在意他到底成绩 有没有好的表现的时候 我发现他在很多的方面 他真的就把他里面 上帝赐给他的 那个好的特质 就能够越发的能够表现出来 他的潜能就越来越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到青少年的叛逆期 那到底是他们真的叛逆 还是我们使他们叛逆 还是因着我们的眼光不同的看见 以致让他叛逆 那我们就是学习 这个年龄的孩子 我们开始去尊荣他 尊荣让你的家里 常常有互相尊荣的 你知道当时你常常尊重 信任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发现在很多事上 他就是越值得你尊重跟信任 他也会尊重跟信任妈妈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 那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很大了 但是我一直还在学习尊荣他 有的时候他稍微为我做一些 一些帮忙洗了衣服 收了衣服 甚至帮我处理一下家里的一些琐事的时候 我真的就说 孩子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好在有你好在你帮我们做了这件事 你真的很棒 你怎么会把这件事做得那么好 你真的是非常的细心 好在妈妈有你这个儿子 我常常跟他们讲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尊荣 当你在青春期的孩子 若是你常常尊荣他 你就会发现你的叛逆 你严重的叛逆的孩子 其实不是叛逆 其实不是叛逆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美得一面 免你只看到他因为生理心理 学业环境引起了一些冲突而造成他的情绪 你只看到他那一方面的不好 你就设定他是叛逆 其实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眼光 看到我孩子生命中美的地方 这个美的特质不是多读书来的 不是这个成绩考得很好来的 而是他里面本能上帝就给他 有的那个美的特质 你要去尊荣他 要帮助他 你越尊荣他 他越能够发挥他的特质 你就看到他生命中的美 我们听一段音乐 就进到我们爱的小雨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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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他说爸妈如果感情冷淡 孩子的性情就会自私 第二个爸妈感情冷淡 孩子的性情就会自私 因为爸妈常常把孩子做传声筒 你跟你妈讲你跟你爸讲 孩子家的中间不晓得怎么样 最后孩子也变成在父母感情冷淡下的牺牲者 他的个性就会变得非常的任性和自私 第三个爸爸个性软弱 妈妈太强势 造成孩子的个性 特别是男生会胆小怯弱 请注意再听一下 如果爸爸太软弱 妈妈太强势 会造成你的青少年孩子 个性会怯弱胆小 因为爸爸太软弱 大全都是妈妈掌握的 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们越来越边缘化 母亲就变得日益强势 甚至说一 就是一二九十二 父亲久了也不想发表意见 孩子就会朝容易说话的那一个方面去靠 所以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个性很强悍的女儿 儿子就会变成没有担当的软弱的自卑的儿子 所以父亲要出头 父亲要出头 父亲要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所以母亲也要学习温柔 温柔 要顺服丈夫 这是圣经的教导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要让丈夫出头 而不是让做妻子的掌握 全家的大事 做慈禧太后 第四个 爸妈过早离婚 孩子没有安全感 特别是 如果爸妈你在青少年的时候离婚 其实对孩子是更伤的 那所以要维持一个好的婚姻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祝福 第五个 爸妈常常喜欢当着孩子面 互相指责 这个也会严重的影响 孩子处事的方法 特别是当父亲双方有争论 更容易对着孩子 说另外一方的不对 那这个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是 以后对爸妈都不会不尊重 一方攻击另外一方 想借此让孩子赞成你这一方 那其实是最不智慧的 所以父母亲吵架 绝对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 即使在孩子面前吵架 也要在孩子面前和好 也不可以在孩子面前 互相指责对方的不对 这是第五个伤害 那第六个 有的父母不但是爱吵架 甚至还会动手动脚 如果父母常常是会动手动脚 爱打架的孩子的脾气 就会非常的暴躁 父母吵架呢 对成人而言是很平常 可能能够理解 但是对孩子而言 他觉得父母吵架是天要塌下来了 特别青少年 他们会觉得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你们这么大了 父母亲都做父母了 还不会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 以至孩子会没有安全感 也会一样会对你不尊重 所以同时 当你常常看到父母是有 口角 手角相向的时候 你知道你孩子也会造成 一个非常喜欢暴力 脾气暴躁的孩子 跟父母一样 碰到事情就大吼大叫 就是用大吼大叫 争吵来解决问题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青少年为什么变得叛例 他的责任在哪里 大部分都是我们父母亲 我们父母不懂得沟通 我们父母的关系 我们不够恩爱 我们父母沟通的模式 影响孩子对我们沟通的模式 因为你们父母都不好好的沟通 孩子从你身上学的 当然也不会好好的跟你来对应呢 另外我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不够尊重我们的孩子 以致他们也不尊重我们 以致就有口角 有顶嘴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你们亲子之间 好 今天我们再谈一谈青少年的叛逆 那我们给我们有一些省思 到底青少年叛不叛逆 各位父母亲 我们自己好好的在我们心中思想咯 我们好好的检讨一下 我们思想一下 那让我们孩子在青春叛逆期呢 是不派逆的 在我们眼光 他们是被我们尊荣的 他是被我们欣赏的 好让他们在青春期最好的时光 能够发挥出他们生命中的潜力 这个潜力不是指刻业 成绩的潜力 是他生命中 上帝给他们富有的特质的潜力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上帝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